我們開始爭議、依族,大家都可以一拍,所以沒辦法,所以沒競到你 叫你爭拔還不行,競爬還不行,競爬還要競爬不用說 所以說大麻手的我沒有愛,必須愛,套過我們的元師,相互,訓練之後 你知道什麼叫做爭拔嗎?白拔嗎?競爬嗎?還要怎麼競爬嗎? 你弄什麼手,你才知道,你平安意思嗎? 怎麼開始了? 寒冬年,在台東已經超過二十年,公年了 七十年了,還不到七十年了 已經沒辦法想,所以在大一年開始就有了 但是,在台東的元宵節,有競爬,開始就有寒冬年了 這是真的,在我的手段,我有政治證明說 六十多年前開始,我們就在做寒冬年了 我們現在說的,都要說有一個根基的 有一個政治的,不要說我聽說的,還是人頭有說的 那都沒準備算 是,我又聽到我們一句話,說他現在已經七十歲了 他做小孩的時候,他就因為,掛寒冬年了 他就在台東走,害人家人找五人 所以他超過七十年了 經過這個全部的,他都說我才知道真是誰 每年的環小節,都五十年了 這個外面,八體寒冬的就是寒冬 寒冬和這都是用大寒,大寒冬的人做羅主 他也順便便寒給他們做 這就是從羅主來基版寒冬,也要出寸寒冬的外面 他就這樣年後一年,一直這樣交接 一直交接,一直交接 交接到外面,就交我的手 就是這樣,民國七十九年,我接手 我創意天吾,至今三十幾年了 交接,禮物來做他們 好,不然 知道嗎 我沒有想想說 把炸淋著好 只是對我來說 什麼調節的 我會做地方 我的金剛才 我會做 我會做 你會做 你會做 創藤志堅 現在藤志堅不是我 還是你做 是你做的 我是 我頭看我這樣 因為你把這個藤藤在 藤藤藤中的圓圓 不要有什麼師匯 還是什麼師伯 都不是 我接吾了 所以經驗 我只看現場 看教委 我就知道 這個藤藤不高的教委要跳不跳 這都不是騙我啦 憎覽限ceğim 那現在先跟大家說 含擔惠 什麼叫含擔惠 含擔惠 這三ología 含 代表 五 Sprong 臻 我們現在看到 是臻松的臻吼 含擔惠 唉呦 這個博人 所以你說我 沒有癡 噔嘻aneous的臻 这个是我們的肩膀 畢國 感恩 畢國 消遺甘 什麼的甘 理官來的甘是 甘心的甘 甘心的甘 要什麼齁 連甘的甘就對了 這甘代表他的心 會有這種情報 叫做反彈 為生意會把情報 做反彈 反彈就是我們這個武才行的公民 反彈的肉體 有一個法案 剛才偏寒地獄 更冤枕 他的甘心 甘心的意思就是 他的心跳 心中的心跳 會加劍 會跳劍 所以他的肉體會撲鬆快 因為這個典共 這麼不明思議 才會作反彈 我跟你說清楚 他的命由來是這樣 如果單 單 雙的單 是因為我們要剪輝 拿下來 所以他很需要 我也沒有勉強過 就知道這樣 這樣以後 就像現在比較有媒體說 有一個故事 說出來他聽 他就是甘心的甘 甘代表冷 甘代表他的心 他剛才比較冷 因為他的心中會跳劍 那些人也沒有裝法 過名思義叫韓丹燕燕燕 這樣很清楚 這樣很清楚 很清楚 這樣很清楚 那麼在過去 古早時代 我們要是在他身上的會 這個行為比較容易 人為宰宿 廟宇是嗎 唯狗請五家鬼 接宰宿 啊 接宰宿 要他來出選仁тесь經過 我們沿蘿潮 勝覽 死路 發情準備這個行為 他說那還算 х hvor三個座位 我告訴你 沿途草頭 勿� Quand場 都要準備 comic power 去修教 提宰伊就這樣啊 那衛生他就準備這麼多拔 要他這麼厲害 因為他才說我們無財神 財神給他的百佩 他反抗有這個誇獎 當他在出孫 還到他的政頭 政經 這個比喻他 說平安寺 但是 他在愛 他們想要賺錢 這樣會怎樣 所以他準備這麼多拔 要他這麼財神 主要就是要提供這個運動 國際是 留一個好印象 了解說 這些潛艦的潛艦 相比這麼多拔 要提供這個運動 就是要留一個好印象 他可以比喻他 說平安寺寺 大賺錢 古早 時代 都是看你吃飯 因為漢災就是不好 所以 這些五國就不會生長 就是這樣 水來就比較多就因死了 所以是看你吃飯 所以說要保養人 宗教的信用 來給他們保庇 讓他們平安寺寺大賺錢 所以才有越早 越昂的這個團水 所以 不會想要到他 這是天下寬人的事情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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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到 現在,我們再來說,你們應該都有聽到 有任何團水,說寒冤而已,就是寒冤 這沒聽過嗎?有聽過嗎? 這要說給你們聽人了解 現在都不說寒冤,都叫人家去 都叫人家去,寒冤是之前要叫 你們聽到嗎? 如果是寒冤時代的進程,名稱,給我出頭 出頭了,出頭了 幾十年前的名稱,台灣開始 就是寒冤名稱 寒冤,我們現在說的兄弟,寒冤 聽我意思 寒冤,出頭了,寒冤,寒冤 在金國冤冤,聽到他名稱,一開始叫這家 這樣說的 阿維新的叫這家 在那年代的台東,沒有兩條現在大樓 我告訴你 你學徒怎麼不知道,過去的台東 這家的時代有了嗎? 看兩條現在大樓,真的是這樣 這家的時代,那種子是無地攤者 以前的人還沒接種,小孩在那裡生 以前的人都在正常,也有七八十幾個月 以前的時代是這樣 大樓就要去做這個 對嗎? 以前我就是你啊 今天生了一個書 做的無端架 以前,有的無端架 這家的時代是這樣 現在這家的大樓都有多多處 那他怎麼做家啊 無錢的就幫他照家啊 那人照大啊 剛才我來歪照啊 我變成像人家的家 你如果我去做 這家的就是這樣 這家的就是這樣 這家的就是要 生了一個小孩的時候 他沒做生 他就去看 他就在正常的小孩生 來生了一個小孩 我說你聽到嗎? 是因為 是因為 是因為他這樣 因為他才把他照家 所以那些平清 叫太陽來 不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是要叫出家 你如果是不一樣的 有夠的老人做啊 結果 他要這麼多賺錢 就要去做啊 我錢啊 就要去做啊 對不對? 啊 白石白荷啊 有樣子 有的老人啊 然後 你以為他們就是這樣 所以 他就叫出家 你不要這樣 多賺錢 有 有錢我做 他沒有錢我做 這家是要做 他沒有錢我做 你看 又沒有錢我做 他今天就做 那你就要做 大人 賴子不做啦 就這樣 所以他叫出家 現在他這家是有錢我做的 所以他叫出家 要這樣多賺錢 你要有時候叫路門啊 世代新拔啊 受保護她 對不對 整個年代不懂名稱就不一樣 啊你聽到意思嗎 路外人脫小啊 啊不然就是 欸 包廠 野獎都有很多次來啊 你聽到意思嗎 現在野獎太多了 現在名稱又不一樣 你聽到嗎 有都說順跟順土佐 欸 土佐頭 這個活著 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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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現在叫他 在那裡就不一樣了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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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錢啊 沒有錢啊 沒有錢啊 你知道嗎 找錢啊 做錢啊 你知道嗎 那都不一樣 聽到意思嗎 人家在不統稱就不一樣 啊那在喊他們啊 就是 以前開始就一個人 創 創雞 然後就這樣 夾夾夾夾 都是這些人 不是因為世代不一樣 平清不一樣 這樣就知道 是 是那在他 到達這 我連府團應該 那些 穿好 你們沒有好嗎 你平常才說 這個人看他 就知道 好 這 他說 世代不一樣 啊你們知道 說 是那叫羅馬寺嗎 就是 羅馬寺 他變一個 美麗的故事 啊這個故事嗎 對小人來說 也有誠人的告白 就是說 他說 反正 過著世代 就是 第一位的一個方法 變成 先人 的 這來 改革 用心喔 不是改革主心 是改革 用心 啊 因為這樣 他一種情形 喔 這給他了解 這工作 這是我們的祖書 他 你聽到意思嗎 這是羅馬 世代 不用出來的故事 開始 有羅馬 是羅馬寺的講話 啊 這個故事是團水 他 是沒有一個金句 你不知道怎麼知道嗎 我還要把 阿威勇進行 他就說 今天 他如果是羅馬寺 他如果要選一個故事 今天沒有叫羅馬寺 就是羅馬寺 就是羅馬寺 因為 現在的時代 他已經叫羅馬寺 他也是一樣 說羅馬寺 他沒有說羅馬寺 他沒有說羅馬寺 他會跟著連戰 民政本土 而改變 他的稱呼 羅馬寺 邊出來的故事 是羅馬寺 他還叫羅馬寺 他還叫羅馬寺 他還叫他 兄弟 他還叫他 他還叫他 他叫他 也是一樣 羅馬寺 所以這點也要 告訴大家 給大家聽 讓大家了解 羅馬寺 他的故事 也有成人的告 這都是對的 這樣大家說清楚 不是說做羅馬寺 不可以用牌 那有可能 對不對 我說是這樣 這樣大家去找到 你們就都了解了 為什麼要討論自己 我說對不對 你知道嗎 是因為鬼狂 所以他叫做羅馬寺 如果是這樣 那羅馬寺 那羅馬寺 就是變成了 佛醫生 來保護平安 存在大賺錢 嘛 這樣越窄越昂 的這個環稅 所以 什麼地方的羅馬寺 你也要清楚 反正 這三義 會有來 你都清楚 你知道嗎 別說人問你不知道 就沒意思了 原始人台 說這個 你們台 像這個華人 這有一個意義 才知道你在做什麼工作 不要說我的這個大人手 你總是在報 你怎麼會說不知道 還是報給你 你也要報 啊 我這樣說 到此 我們台有什麼問題 要問的嗎 有啊 你們有問題 可以問嗎 我跟你們說 肉身 做肉身的啦 現在有在現場 有聽到嗎 好啦 沒問題 沒關係 做肉身 去上頭找的 一線 下來之後 有兩種的情形 一種的情形 阿伯都沒看到他 去你坐 一種的情形 哦 大家都看到他來 真的 這個 看你到 但是 遠遠 還有 還有 我們去你坐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的念頭 都有他的 想法 就是說 你今天要去坐 哦 我沒有坐過 還要體驗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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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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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一些不好的食材製造掉 每個人上七個面土不一樣 有的人其實是在出門口的 待會兒把我贏了一粒 說他有進一步 我給大家鼓勵 我們可以跟我們過期 你有成交嗎?有成交過嗎? 為你們自己去你們帶一遍 為自己而帶 為自己去你帶 去提供我們善甘的情勢 三三年都來 你就經過這個困難 但是你的兩頭 如果我說這樣 我是為自己去你帶的 我告訴你 你帶來之後 你後四人 我們現在開始 你都沒到抑鬱症 我沒跟你騙 因為阿法律所遇到的 錯誤 難關 都沒比這個更平 我絕對敢這麼講的 不要做過 你不知道要聽到什麼 我講真的 我講真的 在台灣這個地方 在你們小燃 生長這麼大 現在你們的眼神還會打發過 所以你們的眼神還會打發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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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動耶 你就閃到馬上 我告訴你 你會打發過 不然就是這麼大的 真的沒說 阿 會痛還要善氣 善氣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有一個念頭 那你會覺得 我會跟一天起來 我會為怎樣 才敢去 這樣是這樣 對嗎 阿你們待會兒 有人想去坐 對 有時候在起立,我告訴你 我待會兒延西雲 要去找伊尾來參加 延西雲的優先 你另外報名的 我參加的 我在優先告訴你 延西雲 因為都是台中 國語的一代 有一天 其實沒這麼好 不然你放也不斷 你如果真的漏津 給我拋出那個放 這樣 他真的這麼久 有時候有問題嗎 如果沒問題 他看一看四小時 要這麼久的 四小時二小時有放 我們現在 心裡要睡一下 好嗎 我跟你婆婆 他要親給你 你別走 就這樣心裡要睡 心裡要睡 報名啊 當肉身要怎麼樣 要注意什麼 要幹嘛 這個就是我們 做個影片 大家要知道 那在過去的肉身 老一輩的肉身 他們會去跟 寒淡也直揹 有你什麼願望 讓 身體健康 事業順利 齁 才能廣盡都好 好 然後直揹 寒淡也有跟你 給你醒筊 有允許你 你才來戰肉身 以前會這樣子 那現在都簡化了 那再來 要不要吃素 或幹嘛 要不要進女色 有沒有那些 就是你自己的意願 你自己發怨 發多大的怨 那就會得到多少 這些就是大家可以自己 以後如果你要再當肉身 你就可以 自己稍微 照這個遊戲規則走也可以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到 我們演習的部分 好 那我們就用影片來告訴大家 那我們工作人員就分三組 工作人員一組 砲手一組 肉身一組 工作人員是轉砲跟傳砲的部分 整理鞭炮 把鞭炮傳送到砲手手中 砲手再把鞭炮點燃丟出去 就完成這三組的工作 好 好 好 我們做了那麼多影片 我每次都會放上去 就是固定 農曆 正月幾號 十二十三 不要再問了 就是十二十三 好 不管 那國立幾號我們不管 就是農曆十二十三 下午 大概這個時間 兩點 好 那你說 你第一年參加的呢 五月浪師兄 要你連續參加三年 三年年 你都要到 六天 你都要到 好 一般來講 我們會寫一點到六點 有時候兩點開始不一定 地點就一定在這邊 正七路二號 好 那重點在這裡 這個延熙營 等於是內部教育訓練 新人就是職前教育 舊的老班的就是在職訓練 一到公司 公司 企業經營的模式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今天就是讓我們 親近很遠 跟原來的人做訓練 跟外面的觀眾 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 那說 譬如說 延熙營一定會炸嗎 那也不一定 如果堂主 覺得 他今天講 從兩點一直講到五點 六點 也講得很盡興 那我們可能就沒炸 也不一定 但是沒有 以往都會炸 以往都會炸 好 那重點就是 你一定要參加兩天 你兩天都要到 好 兩天都要到 好 那過往呢 好 這邊 有很多人問 你們什麼時候出巡 請問想什麼時候出巡 炸喊單 小編長 每天 晚上一兩點 還有人在message我 什麼時候出巡 行程表出來的 沒有 到紀念為止都還這樣子 好 炎熙營就是正月十二十三 出巡就是固定 炎小姐十五十六 不要再問了 什麼時候炸喊單 就是十五十六 那過 正月十四 我們就休息 十二十三 炎熙營 十四休息 十五十六出巡 那因為今年比較特別 今年 事工所 把那個 在國際地標 海濱貢物地標 提早到十四號 所以我們今年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才會一直連續炸架 才會一直連續炸架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邊打的 你一定要準備至少五天的假期來台東 這就是你的態度了 你不要跟小編說 我只能來哪一天 我哪一天不能來 我會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我們 講白話 我們的人很多 其實也不差我一個 當然也不差你一個 沒有少了誰 就不能運作 不會 所以說你要展現你的態度 你一定要把假期準備好 好 那 肉身除外 工作人員泡手 你來報言 最主要的問題是什麼 是不是這一件衣服 是不是 肉身除外 肉身不要 你是要這件衣服 那你要拿到這件衣服 待會兒如果 唐主他在講解 在操作的時候 一定是躲在旁邊看 我保證你拿不到衣服 好 那你要怎麼讓 穿衣服的 主事人 你明年如果再來 當主要問我 小戴你那個 是誰 我會說 我不會不知道 那你要拿衣服就拿 那你要怎麼樣 就是展現嘛 對不對 在這個團隊合作的過程 你要盡量的出現 你很努力在練習 你很積極的想要融入這個團體 你不要 不好意思躲在旁邊 或者說 就放不開 好 經常放開來做 讓這些老闆 看到 待會兒如果真的要發制服 會幹嘛 待會兒問 說 這個人怎麼樣 大家會說 這個認證 剛剛都有怎麼樣 還是說 這個人沒有看到 他在做 就跑到旁邊去 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所以請大家要盡緊 好 好 那這個 不要怕鞭炮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來水泳塔還怕鞭炮 我啊 我不知道怎麼辦 那那個炮手啊 以前我們 抓炮手怎麼抓 就用那個鞭炮 抓著嘛 點啊 手不要給我放開 炸 你OK 我就OK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 好 那 有一個工作 有一個工作人員 他負責整炮跟船炮 是最基本的 最基本的 因為我們到了每個現場 炮 不是 扁扁在那邊等我們 沒有這麼好 一定是我們到達一個地方 下炮車 炮 老大會 看場地的大小 至少都兩個炮隊到三個炮隊 甚至四個炮隊 他就會去下鞭炮 鞭炮來都是一箱一箱的 就需要人去把它拆開來 排好 然後 然後反覆蓋好 那這個都是需要人去 人力的 人力的部分 所以每個人都需要會 整炮 船炮 當然肉身 你都 都希望你會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練習的過程 的一些照片 好 好 那我們 如果你有朋友想要參加 那我們的活動 都會在我們的粉書的連鑽 欸 粉書的 連書的粉鑽那邊公告出來 那大部分都是過年前 舊曆過年前後這樣子 太早的話 我們還沒有辦法 有些 因為有些行程 甚至到前幾天還在敲定 還在協商 就是有時候都會比較慢一點 那有一些固定的 要讓大家知道 固定的 我們每年元宵 我剛講過是正月十五十六 對不對 那第一場幾乎都是從玄武堂出發 正月十五的第一場 就是國際交換生 那主角就是國際交換生 學生 他們來體驗 當肉身 跟當砲手 那我們的人就是從旁協助 那就開始 然後三點 五點 七點 大概九點 我們就會再回到玄武堂 入廟 再炸一場 好 就結束 那十六號 正月十六號 第一場就是 你來炸我 砲手 跟肉身的體驗你 然後一樣 然後再出去 出巡 然後最後九點多再回來 那現在我們 十六號 每 兩年 第三年 第三年 我們開始做一個 遶境炸寒丹 有沒有人知道 遶境炸寒丹是什麼意思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元宵節 台東的元宵節 遶境 比我們炸寒丹的歷史還要悠久 有遶境 才有各個公廟連結出來出巡 然後才還有全武堂炸寒丹 這是第一點 那很多人會在臉書問我說 你們來遶境隊伍 你們這第幾隊啊 會遶到哪裡啊 讓大家知道 全武堂現在沒有參加遶境 因為我們沒有空去遶境 我們的行程排得很滿 在早期我小時候 我們的隊伍是 這邊炸一炸 再回到遶境隊伍 然後時間到了 再趕到下一點再炸一炸 然後再回到遶境隊伍 因為那時候場次少 都會有這種狀況 那現在場次多 我們就是一直在走一直在走 所以我們不參加遶境了 所以前幾年那個疫情 雲小姐停辦 很多人都問我們 我們說 雲小姐台東遶境 停辦跟我們全武堂炸燈 沒有關係 他停他的 我們如果允許 我們就出來 我們就照樣出巡 那是因為被全部強制停辦 我們才跟著停辦 這是第一點 那剛剛講到這個 遶境跟全武堂的關係 讓大家知道一下 我們就是不參加遶境 就是定點 定點 定點 定點在炸 那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你來炸我的部分 這個是 體驗的部分 就是由報名的觀眾 觀眾來報名當炮手 跟觀眾報名來當肉身 那由觀眾來炸肉身 他是體驗大致上的模式 是這樣子 那在早期呢 我們體驗當炮手的觀眾 很多 很多 那體驗當肉身的 很少 每次都是我們自己的人下去 下去補胃 就是下去補胃 那到最近 快十年 已經轉過來 報名的肉身 爆炸滿 很多人 那我們 因為我們場次的關係 我們一點 假設一點開始 比如兩點或三點 就要出去了 我們的時間有限 所以現在我們都是抓 大概十個名額 用抽的 不管 我不管你 報多少人 報三十個人 四十個人 我們當然會在那邊抽籤 那如果你有朋友想要體驗的 你就請他去報名 然後你就請他來群舞堂 請到寒單也禀報 求寒單也保佑你抽中 我只能這樣講 那個 這是公開透明的東西 這個是那個肉身體 跟 這兩個體驗影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炮手 我们这两大活动,一个是延续,一个是炸炉 我们每年大概是这两大活动接受报名而已 好,随便讲的就是大概97年开始推 当初我们要推这个,之前还有推过什么?水炸邯丹,用水球 为了增加大家的参与度,还有翻过水球炸邯丹 这就是我刚讲的,因为后来太踊跃了,我们都改成抽签 好,那我现在用这个,这是我儿子的梅雨老师 这是大概90几年的影片,所以画质会比较差 那一开始呢,堂主交代炮手,只要丢地上就好了,丢地上 不要丢到人 所以这个我们马克老师呢,就说没感觉 一圈下,他说没感觉 好,你看这偶尔的一两门,一两门有到他身上而已 好,那老师觉得不过云,说能不能来正经一点,正常一点的 现在我们看到比较正,稍微正常一点的版本 老师已经弯腰了,鞭炮上去,头都低下来了 主持人说很残忍的,你看这就是体验的部分 那也有很,当然也有很厉害的,像这个也是观众,志愿上去当肉身 他就很自在,但是这个炮火的猛烈度 刚刚有人在,我刚刚有讲,炮火的猛烈度就是不一样 准度也不一样,我们专业炮手丢,几乎每一门都上你的身 你不用想躲,不用想躲,眉眉的躲 好,那这是一个肉身着装的过程啊,最主要是要保护你的脸部啊,眼睛啊,这些啊 好,那这是一个肉身着装的过程啊,最主要是要保护你的脸部啊,眼睛啊,这些啊 好,那不是整片啊,我刚刚说到这种方法的地方才要 对 对 那这一圈,一整圈 好,那以前我们的那个,都是办在南京路那边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庙还没有签出来,还在大同路五巷那边,在小巷子里面 我们还没有这一个,现在这个玄武汤,所以我们都会到南京路去办 好,那,现在今年开始,112年开始,政府规定成年年龄降到18岁 所以满18岁,你就可以来当肉身,以前一定要满20 好,那现在影片因为比较早,我们还是写年满20,现在改18 好,那现在,我是网路上的小编,你看影片我们以前会爱,我也是站在轿边拍,然后已经炸坏很多数位相机 所以我现在也不会站在轿边,我现在都是远远的这样拍摄而已 好,那个抽签的部分也是要让大家知道,肉身用抽签的,现在 好,这个就是我讲的,你如果想要抽中,那就来跟寒丹爷禀报一下,我们神明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人家说神明大家的事情,你就要诚心诚意这样子 好,那我们有讲到,我们当场会唱你,唱到你才有抽签的资格 好,这个这部分,如果有朋友想要报名机,你们都可以再看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边有肉身,我们再看一下肉身的部分 好,那肉身当然是整个炮炸的灵魂主体,灵魂主体 好,那我在影片中也都会告诉大家,担任肉身,它会有什么样的 它的装扮,还有它的注意的地方 好,那我们的肉身,大部分都是自动来报名 自愿意,我们当然也有义务意,像潘志明这种义务意的,也都有在 好,我们对肉身,大概我自己归纳有三大 这个年龄当然是现在改18,我们是男生 大家可能在我们新闻上有看过女寒丹 我们台东选舞堂没有,那是花莲,花莲选舞堂才有 所以我们台东肉身是没有女身的,那现在一样,第二个是年满18岁 第三个,没有重大疾病,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呼吸道的问题 因为上去炸,最困难的就是换气 当肉身最危险的,除了痛以外,就是换气 你吸不到气,你可能就会昏倒,昏厥会摔下来 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去的当场,因为空间的关系,或者是没有风 那个浓烟散不开,你就一直吸不到,你会一直缺氧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肉身班的班长,就会教导你们 美感在哪里 好,这边 很多人会小编啊,那个肉身上去,你们 那个法师不是有做一个仪式吗 是美感,那个是请神明降,抱歉没有 我们法师做的是一个晋升祈福的仪式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吃素啦,或者是你不用担心 我们来,我们法师要帮你做一个清净的动作 他要保佑你这个炮炸能够顺利 所以说我们没有降价,神明降价 很难以降价这种说法 这是完全靠肉身自己的意志力 自己的意志力,去撑完你的那一场炮炸 好,那我刚刚这边讲到呼吸啦,就是换气的部分 好,那这边呢,详细的教育传承就是今天 这是我们韩甘大明星,陈志忠法师 这我们法师来帮我们晋升 好,那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位小编,江老师 好,那这边有几位要当任肉身的 我们来看,我们让大家看一下肉身有几个 好,当任肉身的除了上去炸以外呢 还要注意什么,好,这边呢,我们第一位肉身跟末位 首位跟末位,会被赋予一个特殊的任务 好,那很多人可能太紧张了,可能有讲 太紧张了,你上去就忘记了,你就会忘记 但是我们的,我们战教班的这些前辈 先进们还是会在提醒你 但是因为你塞着耳塞,可能会听不到看不到啦 所以我们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好,那就是拜庙 参拜,参拜零,如果是去庙,就是拜庙 如果是去店家,那如果有香案桌,那我们就是参拜那个香案桌 如果都没有,像我们昨天去,二月要去事工作 事工作什么都没有,那我们参拜谁 我们自己的邯淡也,我们的大教会跟着我们出去 好,这就是参拜,参拜的方式呢 那当然我影片这一位呢,是经典中的经典 那你也可以点头一下,揮个手,这个也都是 好,那第一位跟最后一位呢,除了这个参拜以外呢 我看一下另外一个影片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昨天啊,昨天最后一位 昨天最后一位 昨天最后一位 好,最后一位 最后一位假完以后,当然也是要拜庙 也是一样三拜零,拜完以后呢,有一个重点 这就是这一位肉身,你稍微要记得 好,好,拜完呢 你要把你的榕树,轻轻的抛出去 往前抛就好了 好,这是 最后一位肉身要做的事情 好,这就是肉身的不会 大致我们先讲这样子的话 那待会呢,我们会把时间交给我们的 炕树堂主 由他来再跟各位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炸涵丹 炸涵丹是在炸什么 好,大家来我们这边 不是只为了炸涵丹 你要了解 你要融入我们这个 全舞堂的团体 就是要了解我们的涵丹 好,那我们就先一起看一段 节目介绍的影片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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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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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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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